我們每天要洗的碗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這次裝的是八系列櫥櫃的麵板 一些料理工具啊 剪刀等等的 剛搬家的時候我們家洗碗機還沒就位 然後很多人就很關心 我們家洗碗機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因為每天料理啊 加上三個小孩還有學校的餐盒 我們每天要洗的碗真的非常的多 中間有一段時間是洗碗機還沒就位 我又重新回到手洗碗的日子 每天都一大堆碗 再次確認洗碗機是一個家的標配 它的地位大概就是跟洗衣機一樣 洗碗機裝好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 是時候可以跟大家來個開箱 那這台跟我舊家不一樣 我之前舊家是四系列的 因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用洗碗機 朋友家也是裝Bush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直接跳Bush 那因為用過一次 我確定說我們家就是非常需要洗碗機 所以我這次裝的是8系列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哪裡不一樣 今天有料理影片 包括就是從備菜料理過程到事後 會產生多少碗 然後包括小朋友從學校帶回來的餐具啊 真的超級多的 所以洗碗機在我們家一天會開兩次以上 尤其是之前疫情的時候 聽說洗碗機大缺貨 我真的相信 因為大家 從早到晚 大家都待在家裡 所以產生的碗真的超多的 我們家一天大概開兩次 一次是晚餐後 然後另外一次就是 小朋友到睡前都會喝一些鮮奶啊 吃水果啊 包括隔天我可能還要做早餐一些料理工具 然後一些杯盤等等的 早上還要再洗一次 所以這個是我早上那一輪洗的 那這一台跟我舅家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FACE8系列的洗碗機 60公分的 那BUSH洗碗機有分成45公分跟60公分的 那一般這種櫥櫃都是60公分的 你要挑的就是全嵌式的 或者是獨立式的 那我舅家那一台是獨立式的 日式櫥櫃呢 它是面板是整體的 那舅家那一台按鈕在這裡 所以就跟這一個櫥櫃不合 按鈕是在上面 操作之後它會有投影顯示儀 顯示在地上 所以感覺就是比較高科技 我們是裝上櫥櫃的面板 整個融入在這裡面 感覺會比較好看 因為我之前那一台是白色面板 那我們家的廚房也是白色的 但是會有一點點色差 一點點就是你還是看得出來 就是一個洗碗機在這邊 如果是這種機型包在裡面 就看不出來它是一個洗碗機 8系列最大不同 是FACE烘乾技術 然後搭配3D的熱氣流 像之前比較烘不乾 塑膠類的 或者是一些袋子類的 它的烘乾表現就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像這種可能會接水的地方 就是它還是會有一點點水 但是它的表現比我上一台的已經好很多了 這個碗盤也是會有一個擺放技巧 這關係到它能不能烘乾 上一台也是Bosch這一台也是 那就是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前面的面板操作 但是它其他比如說放光潔劑啊 放軟化鹽還有洗碗粉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樣 我不用適應太多 除了它的洗塵模式比較多之外呢 我比較喜歡是它的洗碗籃的配置 8系列的多了一層放刀叉的 而且它是稍微會有點深度 然後這深度都可以再調整 從這邊開始再調整你要高還是低 然後我通常都是把它弄深一點 因為我的一些料理工具啊 剪刀等等的就可以在這邊洗 包括刀子啊也可以洗得很乾淨 所以我的砧板啊料理工具啊刀子啊 在料理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器具 能放洗碗機就是放洗碗機 就是真的輕鬆很多 然後第二層的話是放一些碗 它真的洗得非常的乾淨 你看這是玻璃的 啊對還有粉絲問我會不會很費電費水 我告訴大家這根本就不用擔心 我覺得它真的比手洗還要節省水 因為你洗完之後你還要沖洗 你不確定你沖洗的乾淨嗎 但是這個就是真的會洗得非常乾淨 我算是還蠻信任洗碗機的 就是什麼都是丟洗碗機 絕對是可以洗乾淨的 不鏽鋼的表現也很好 如果你有了洗碗機之後 你有很多餐具啊料理工具啊 你都會想要找洗碗機可以用的 絕對是比手洗還乾淨 這不用懷疑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有很多可以彈性調整的空間 比如說我碗沒有那麼多都是杯子的話 它可以躺下來 它就變成一個比較靈活運用的空間 然後如果碗盤比較多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它立起來 這個的空間是專門針對 像我們這種比較深的碗這樣子放 比較容易沖洗的到 這邊也有一些可以調整的 像這個地方你可以放一些料理夾啊 湯勺之類的 就是比較靈活 然後這個地方也可以調整 它這邊還有一個加強沖洗區 調整是從這邊 這邊會噴出強力水柱 已經乾掉的碗比較難沖洗的 你就可以把它拔在上方 它就會有一個強力水柱 像這個機型它有一個我最喜歡的地方 它有一個這樣子的配件 像比較大的鍋子或是烤盤 比較高的保溫杯 它都可以加上面洗 這個也可以把它調整下來 你可以洗高腳杯 然後這個都可以靈活調整 湯子擺放的方式 髒污的地方是網路側 他們官方有拍一個比較清楚的影片 我再把連結補充它底下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像這種都洗得很乾淨 下沉也很多靈活運用的地方 像譬如說這地方躺下來 這樣子調整 它這個寬度就變得比較寬 像我們有一些比較深的盤子 就會比較好放 如果要洗比較重的鍋子 這邊也可以調整 好它就可以變平面的 就可以把我比較重的鑄鐵鍋放上去 那這個就是跟我之前四系列的不一樣的地方 非常多靈活調整的地方 它結束之後你可以再放半個小時 它乾燥效果會更好 所以通常我也不會馬上打開 出來的乾燥效果會比較好 比較多人想要知道我家到底能不能裝 洗碗機呢 它比較重要就是電源 還有出水跟進水 這個我們都不懂 像我上一台那時候就是自己腦補 我自己量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量 就一直以為我家不能裝 後來我就直接聯絡 廚具公司人過來幫我量 好他們會拍一些祭司和專員 比較詳細的幫你量 你們家如果可以裝再買 也不用動腦筋啦 就是打個電話 請他們過來幫你看一下能不能裝這樣子 我這次就是直升他們家 最頂規的8系列 想說也可以拍一個開箱 跟大家分享它有哪裡不一樣 洗碗機跟手洗最大不同 就是要買一些洗碗粉 洗碗錠 然後光潔劑跟軟化鹽 那我覺得這三個其實都要買 因為像我們新主是硬水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軟化鹽 要加光潔劑是因為它可以幫助紅乾 我覺得真的有差 洗碗粉呢 可放可不放 如果你比較油的話你再放 或是放少少的也可以 因為它本身就是用熱水去洗的 所以它已經洗得非常乾淨的 它用六七十度的水在裡面洗 一定比你用手洗的還乾淨 所以如果你不放也是可以 我之前在主婦社團看到 有些人就有多餘的擔心 買了洗碗機 會不會小孩就沒有洗碗的技能 其實底下人就滿頭問 好為什麼要有洗碗的技能 你會手洗衣服嗎 你會跟大家講說 你會有手洗衣服的技能嗎 現在洗衣機已經很普遍了 根本沒有人會用手洗衣服 那洗碗機有一天也會普遍起來 大家也不會出去跟人家說 我會洗碗對不對 所以就是能交給機器就交給機器 我覺得洗碗機絕對是 主婦們最值得的一個投資 再跟大家分享 有什麼東西是不能放進洗碗機的 比如說一些不斬鍋 有塗層的鍋子 那個強力的水柱有可能會傷害塗層 再來就是洗碗錠都是鹼性的 鹼性的比較會讓塗層脫落 有塗層的鍋子比較不建議 再來就是木頭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家 這個就是我懶惰 我就直接丟進去 它就洗到這樣子白白的 這個比較漂亮 我都手洗 如果你木質的東西要放洗碗機 它就會變得臭臭的 現在很多餐具都強調它洗碗機可以用 像這個就蠻特別的 它雖然是木質的 但是它是可以激洗的木塊 很漂亮對不對 它是唯一良品買的 當初我也是要著牙買 這也算不便宜 大家要買的話 要趁週間打九折的時候再買 另外像是骨池啊或是比較精美的餐具 你比較寶貝的餐具就手洗起來 因為洗碗機它的洗淨力確實比較強 有一些保溫杯 上面都會有些卡通圖案那種 那洗酒那圖案都掉了 有些保溫杯上面有漂亮圖案那種 也不建議放 至於像不鏽鋼啊 玻璃啊 然後一些烤盤啊 這種東西就是直接丟給洗碗機 它絕對洗的比你手洗還要乾淨 今天中午煮麵吃的 這個都不用再沖洗 直接放就好了 除了比較大的骨頭啊 那個你再把它倒掉 那一點點才能把水沒關係 那這個就可以靠在這裡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根 就很好用 那種小小的配件 就會放上面這一層 這邊也可以調整喔 像這邊是放刀叉的 所以那種卡儀在做刀子的時候啊 我就說我要全部一體成型的 最好是可以用很久 可以進洗碗機的 白蘿蔔外面的纖維比較厚 所以用削皮的都沒辦法把那層削掉 所以後來我都是直接用刀子切 把外皮切掉 那今天晚餐除了一個湯 這邊還要做芥蘭炒牛肉 再一個絲瓜煎蛋 蛋我可能拿三顆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我昨天做的麻油杏鮑菇 待會是情況再做一個 再氣炸一個東西 我家裡有被一些氣炸的 如果菜不夠可以再加菜的東西 好那目前先這樣子 加一點米酒 醬油 蠔油是重點 再加一點糖 糖一點點就好 再一點胡椒粉 最後再加一點油 封住它的表面 芥蘭 平常這邊產生的器具 我會順手把它收到洗碗機裡面 盡量讓我的水槽維持一個乾淨 這樣子比較好做的事情 今天我想說特地讓大家累積一下 讓大家比較有清楚感受到 做一頓菜到底會產生多少碗盤 這梗比較粗 我們可以切斜的 或者是從中間再切一半 切小塊一點口感會比較好 這個 做絲瓜煎蛋 加入油 油可以比平常多一點點 因為待會兒絲瓜下去它還是會吸一點油 然後這邊的湯 也好了 薑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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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絲在旁邊讓它煎一下 入鍋腸把它切小塊 再加入絲瓜 稍微拌炒一下就好了 我這邊還有準備一些枸杞 加鹽調味 差不多了就可以加枸杞 最後我會再加一點麻油 可以多一點 絲瓜煎蛋 这个牛肉我会先炒到大概七八分熟吧 不会到全熟 因为待会还要再炒煎 好起锅 OK 这道完成 好香喔 我刚刚觉得不够酥脆 所以我刚刚又回去用最高温炸两分钟 让它表皮比较酥脆一点 那锅子的话我会用手洗 其他的东西待会就通通进洗碗机 这还没开吃喔 这只是我刚刚在料理的时候产生的东西 等下小朋友吃饭又个碗 喝鲜奶又杯子 等下我要帮小怪送便当 因为他现在在暗天班比较晚 通常都会帮他准备便当 进行 准备 准备 都早说 五 allergic 快 煮完一餐,加上小朋友吃完飯,還有學校的便當盒 其實要一些東西放不進去,就是要下一輪 就是我們家的洗碗機一天是開好幾輪的 連鍋子都可以放進去 這邊是一些料理工具,包括刀子我也放進去 我這樣放是因為它底下是洞洞 如果放細的那一頭,它會跑出去 如果你是用叉子,會建議把煎的那一面朝下 這樣拿的時候比較不會受傷 這邊是洗碗釘 好,然後它這個有好幾個模式 我通常會用Auto 它這個還有一個除菌跟加強烘乾的功能,我都會按 所以它整個洗成的時間會比較長 這邊是它的顯示時間 所以我們預計洗完會花三個小時 木頭的餐具跟不沾鍋就比較建議用手洗的 這是我們已經洗好的碗 給大家看一下 就像這個碗屁股的地方可能還是會 吸一點水,不過放一下它就乾了 然後真的洗得非常乾淨 塑膠殼的 不鏽鋼的也洗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我們家不鏽鋼都看起來很像新的 其實都用了好幾年 大型的盤子 鍋子 多了一些盤子 所以我們家每天基本上都是開兩次以上 真的才夠用 那我們家這一台就是最大的 因為如果你是常煮 然後家庭人口又多的話 建議就是直升最大的 因為才夠用 好,那這一集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集見,掰掰